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中共官媒报道 中共七常委以及王岐山都出席了这次中共人大工作会议 会上习近平大谈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 而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 有效的 首要就是看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众所周知 中国的选举是政府操控下的伪选举 因此 习近平此话一出 外界一片哗然 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在最新的节目中调坎称 大部分的中国人连选票都没有见过 和谈领导层的依法有序更替 习近平公开提到领导层有序更替的时机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大纪元时报评论员中原15日发文表示 中共的权力更迭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内斗 胜者为王 败者为阶下囚 甚至被处死 如今 中共即将进行新一轮的权力更迭 习近平想要连任 当然要防止有人公开反对搅局 此次 中共人大工作会议 政治局七常委和王岐山悉数出席 习近平借机对党内上下全面喊话 希望能够有序更迭 实际是在为关键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做铺垫 早前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国光 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中共二十大前政坛走势时曾提到 中共内斗之所以越发激烈 除了习近平的反腐 在贪搂攔取财富的中共权贵内激起矛盾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修宪 筹划终身制 同时却要求党内其他官员完成更替 吴国光说 这次最激烈的矛盾是二十大 政治局常委是不是还要七上八下 习近平明年69岁绝对不下 其他人68岁要下 这里面矛盾就非常激烈 这样看来 习近平这次公开喊话恐怕难有成效 另外 习近平还在这次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 中原认为这是彻底推翻了人民当家做主的说法 人大不但无法代表人民监督党和政府 反而是接受党的监督和领导 人大被明确定义为中共的一个政治机关 英国10月31日至11月12日将在格拉斯哥主办 《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第26次会议 希望大国能够对一项更激进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给予支持 但英国《泰晤士报》引述一位英国消息人士透露称 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被清楚地告知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不出席这一气候会议 这位消息人士表示不知道中共采取什么立场 不过《泰晤士报》称 英国举办方担心习近平决定不出席 可能是中国在能源紧缺的情况下拒绝制定气候变化新目标的前走 近来中国煤炭短缺导致电力供应严重不足 不但大量工厂被迫停工 甚至连名声用电也出现了问题 中共当局下令各产煤地区加大产量 同时增加煤炭进口 法国财经报纸《回声报》评论称 北京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召开前夕 增加煤炭消费是发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同时文章指出 目前全世界仍然有37个预计计划建设热电厂的国家 其中中国就占据了一半的修建比例 而许多国家包括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 金巴布韦 波斯尼亚 以及俄罗斯等国的煤电厂修建都依赖于中共的投资 虽然这些投资计划在中共首脑承诺停止援助后停滞 但作者担心北京也许有一天会推翻此前自己做出的承诺 习近平自疫情爆发之后 至今已经有600多天没有出国访问了 引发了种种揣测 时事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认为 一方面是习近平不敢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共隐瞒疫情 以及在香港 新疆迫害人权的指责 一方面是担心国内发生政变 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退休 分析指出欧中投资协议前景更为渺茫 13日 默克尔通过视频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告别 同一天 默克尔还在一个德国经济界的会议上 要求经济界努力促成欧中投资协议的欧盟批准 德国电视一台14日报道指出 由于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绿党和自民党 可能进入新的联邦政府 欧中投资协议要得到欧中议会的批准 变得更为渺茫 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 中共迫切想要在欧洲寻求出路 去年12月 中共做出重大让步 与欧盟原则上达成了欧中全面投资协定 欧盟 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 联合制裁了涉嫌践踏 新疆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人权的中共官员 今年3月份 中共对欧盟议员也实施了制裁报复 这导致了欧盟议会在春季冻结了欧中投资协议的批准程序 绿党政治家福格尔和绿党政治家布兰特纳 北约13日在柏林中国智库默卡托的在线论坛上表示 只要这些完全不成比例的中国制裁继续存在 取消对协议的冻结就是完全错误的信号 布莱特纳说 我们认为达成协议是一个错误的一步 现在还要批准他 那就是错上加错 习近平在13日的视频告别会上对默克尔赞不绝口 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但政治观察家们普遍认为 不管德国的新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班子 习近平与德国新政府打交道的日子 肯定不会像跟老朋友默克尔那样轻松自如了 中国山西省十一期间暴雨成灾 再加上当局无预警的泄洪导致上百万人受灾 但当局对灾情却不理不问 以致山西民众哀叹无人问津 海外社交平台推特近日热传的影片显示 大批灾民聚集在一起 拍摄视频者说 这么多人无处可去 老人小孩都有 说到此处 已经雨带哽咽 视频中灾民们哭诉 有家不能回 令人心酸 然而 目前中国的网络上 却到处都是一片灾后 所谓正能量的宣传 受灾百姓的真实惨况 却无人问津 从10月2日开始 山西黄河流域 以及周边的铝粮 晋中 林坟 运城 都爆发大范围的洪涝灾害 随后 当地气温急速下降 甚至有灾区一度降至零下 但灾民们却只能挣扎自救 有当地的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因为担心破坏所谓的十一国庆气氛 对严重灾情秘而不宣 直到洪灾发生9天之后 山西省官方才开始发布第一份灾情通报 还刻意不提救援物资储备 导致救援行动非常缓慢 根据中共山西省官方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此次洪灾导致山西175万多人受灾 紧急转移安置超过12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357万多亩 近2万所房屋倒塌 另有18,200所严重损毁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亿元人民币 中共主旋律电影《长津湖》 十一期间上映之后 遭到了各界吐槽质疑 但与此同时 这些质疑者也陆续遭到了中共的打压 根据多个微博大V14号爆料称 社交平台抖音上的影评账号米露和恩恩 抖音昵称为米露折光影业的用户 几天前发表了关于《长津湖》的相关言论 例如电影没那么简单 独立思考与判断等标签 写下有关《长津湖》的反思 并称狂欢的背后不可忽视的危机感 米露折光影业还表示 自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 大规模的战争可能不会再出现 但小规模的摩擦可能难以避免 不过更多的是 人们会把聚焦点放在文化科技界等领域 米露折光影业还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电影《长津湖》的出现 频繁的抗战影片的出现 是否在向世界传达一种不够友好 不够维稳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它里面是不是包含有威胁的意味呢 然而这些言论遭到小粉红的围攻 另有微博大V跟进称 在大家的合力举报下 此人已经被封好 目前米露折光影业的账号 已经因为不符合社区规范 被抖音平台封禁 视频无法查看 这是继知名媒体人罗昌平 和微博用户左右的幼幼 在网络发表沙雕连蛋炒饭之后 又一个因谈论长津湖 遭到打压的中国网民 当地时间10月15日 早晨5点10分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期 发生4.7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震中位于北纬44.20度 东京120.24度 根据网上的视频可见 地面房屋震动明显 牲畜被惊醒 官方称 尚未接到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报告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留言和转发 我是婉婷我们下期再见